人类因为贫穷 不得不给吸血鬼打工 变成类似奶牛的存在 被吸血鬼们提供陷阱鲜血 这个女孩看样子饿了许久 吐不及待地咬了下去 她是吸血鬼一族的赛逃公主 带着保镖小雅流浪一年多 昨天刚被抓了回来 很多人不太了解 其实吸血鬼只是一个统称 细分还是可以分成三个种族 其一就是吸血鬼里的皇族 因为血统高贵 他们并不惧怕阳光 从小学的都是各种高贵的魔法 另外就是守护一族 血统不够纯粹 只能作为守护皇族的次等存在 各种战斗技巧信手拈来 第三种 在哪都是被讨厌的一族 血族 他们的内心很单纯 只有杀戮和鲜血 外加把其他吸血鬼同化成血族 能杀死他们的只有阳光和银气 而且战斗力超强 通常对于其他吸血鬼都是轻松一打五 公主被抓回学院的当天 就遭受了血族的袭击 好在有惊无险 相当对于两人的逃离非常生气 名义上是对公主不自爱的谴责 可实际上对于这位落魄公主 根本没有任何尊敬 因为两年前公主的家人 全部死于一场车祸 也正是害怕受到迫害 公主才远离了学院 此时老王子过来保下了公主 但动不了公主 校长就准备迁怒小雅 要将小雅从学院开除 但公主随后就用精神魔法催眠了校长 成功保下了小雅 要知道 公主曾经为了赶超其他吸血鬼 可是在白天大家睡觉的时候 熬日偷偷练习 直到一只乌鸦状死在眼前 公主竟然将她救活 可随后就晕了过去 此后 作为公主的守护者小雅 就站在公主面前遮风挡雨 不再让公主使用魔法损伤自己 但这次回到学院 很多人貌似都想欺负一下 失去了家人的公主 比如这位金发妹 使用水魔法似乎忌惮地 戏弄了公主 这里是吸血鬼学院 血统高贵的皇祖子弟 学习了各种魔法 于是金发妹就用魔法戏弄了公主 但面对狂妄的金发妹 公主忍了 最后公主来到了 到了自己一直晒月光的地方平复心情 却遇见了小帅 面对眼前帅气的男生 刚刚受到伤害的公主逐渐有些心动 但这一切都被远处的守护者小雅看到 因为他们有心灵感应 有时候小雅就可以通过公主的视角 看到公主的一切 小雅目前正在被守护一族的 最强者阿强训练 因为小雅的目标 就是不断变强保护公主 等待公主上课的时候 对他们一直抱有善意的老王子 找到了小雅 希望他能顺带保护一下 自己的女儿四眼妹 到了上课时间 突然外面一声爆炸 原来是公主家人的灵味被人破坏 上面还写着要么滚蛋要么死 公主立刻被严密送回了宿舍 可小雅突然再一次进入了心灵模式 她看到公主打开了门 然后眼前一只死狐狸 将公主吓得大声尖叫起来 第二天上课 在金发妹的带领下 同学们全部开始嘲笑这位落魄公主 突然 小生最大的同学身上起了火 最后点火的小帅潇洒走人 这撩妹手段确实不一般 让公主逐渐沉浸在小帅的温柔箱中 但公主回来后 一件事情让她彻底陷入愤怒 墙上被人写了血字 小眼就填了点 发现并不是一个人的血 看着因为自己而受到欺负的小雅 公主决定硬刚一波金发妹 她要催眠金发妹身边的所有人 彻底让金发妹也感受一下校园霸凌 但小雅敏锐地察觉到 公主的遭遇似乎不仅仅是金发妹就可以搞出来的 随着公主不断地催眠其他人 金发妹逐渐被孤立 可公主似乎变得毫无顾忌 根本不在意施法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将是被迷了心智 一定由人背后涉局 公主甚至对小雅的劝诫也表示了反感 突然四周出现了恐怖的嚎叫 几条猎灵犬将他们追到广场 而公主的背包就在中间放着 四周装满了摄像头 像是要记录接下来的画面 果然公主发出了尖叫 她最心爱的小猫咪被人残忍杀害 巨大的刺激让公主晕了过去 胳膊上出现了刀割一样的伤口 显然 这就是过度施法的后遗症 但是校长根本不相信小雅的说辞 因为公主的胳膊根本没有伤痕 看样子公主并没有承认昨晚的事情 当小雅再次找到公主询问 为什么不说实情时 公主拒绝了小雅 突然 水泥地面塌陷 小雅的腿被憋断了 这是一场吸血鬼的酒会 梁里登场的三姐妹吸引了全场目光 在这里 小雅看到了落魄的金发妹 将这个可怜的小坏蛋嘲讽一番以后 公主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有治疗能力 所以隐瞒了实情 因为这样的代价太大 打翻金发妹后 小雅知道了只有猫咪的死不是金发妹干的 所以一定要找出金发妹之外的幕后黑手 但此刻 她被学校保安带进了校长室 突然心灵感应再次开启 她看见了公主和小帅亲吻在一起 突然小帅被打翻 公主被人强行掳走 幕后黑手终于行动 小雅找到了阿强准备营救 在车上 小雅看到了混进来准备帮忙的小帅 但顾不得那么多 因为小雅的心灵感应 让她看到了吃惊的一幕 幕后黑手竟然是老王子 她因为得了绝症日渐衰老 但她的野心让她不甘去死 经过多次试探 终于确定了公主拥有治病救人的能力 于是有了今天的一幕 将公主一番折磨之后 公主终于答应治好她的病 老王子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 但是公主却变得极度虚弱 心急如焚的小雅和小帅终于赶到 一路砍瓜切赛终于找到了公主 但此时老王子一枪崩了小帅 随后让她的两条猎灵犬摇死守护者小雅 她要留着公主为她持续治疗 突然两条狗浑身着火 小帅用尽最后的力气 救下了两人后不省人事 赶来大墙抓住了老王子 随后公主为了救活小帅 吸取了小雅的精血 此时三人同时探讨在地 但老王子的阴谋远没有结束 监狱里的她跟小雅似乎在交代一言 但是小雅没注意身后的狱警 一个个全部倒下了 原来老王子把女儿小眼镜变成了雪族 前来救自己出去 雪族小眼镜战斗力猛涨 很快就将训练有素的小雅 打得满地找牙 老王子则先听信步地走向出口 但是被赶来的阿强拦住 被一招撂倒 随后阿强赶来配合小雅 用银器将雪族小眼镜成功进化 最后公主成功地继承了王位 但远处躲藏的雪族却蓄势待发 似乎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电影结束